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1月27日,星期三 我们再来看一篇文章吧 就是美国经济为何在16年间从凄乎相当到远超欧盟 我们之前老聊美国和中国 我们这次也聊了欧盟吧 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欧盟里面,对不对 然后看看欧盟也现在拉垮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吧 我们先来看看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一个事实吧 首先这过去16年里 美国的经济从与欧盟起虎相当 发展到如今的规模远超欧盟 所以说肯定是有一些内的原因在里面 我们看看我们的分析和了解一下 看看是不是能找出其他那些原因 他这篇文章里面他列举了一些东西 有一些我是认同的 有一些他也没有说 对不对 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原因没有说 我们后面会补充进来 他的观点我也会说 那么我的观点我也会说 所以说我们先看看16年前吧 2008年的时候 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几乎相当 都是全球的一个领头羊 就是真的是几乎相当 如今的差距相当明显 截止到当前 美国的GDP达到25.5万亿美元 而欧盟仅为16.6万亿美元 美国的一个经济规模比欧盟大了近50% 企业市值 对不对 全球市值 超万亿美元的10家的公司中 有9家是美国企业 欧盟 欧洲则没有一家企业入围 现在整个欧洲应该是市值最高的 还是丹麦的诺赫诺德 但是它是一个药企 对不对 它是和这种科技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丹麦的这种经济体量也不大 如果一直在把诺赫诺德 这个股票再敞上去的话 那个丹麦会撑不住了 因为现在整个的丹麦的 怎么说股票指数 就看他自己 如果说这个股票 诺赫诺德往上涨 那就整个丹麦的一个 就类似于这个上涨A股吧 还有丹麦的这种C25的指数 就哭往上涨 就跟他完全正相关 就是还是经济体量的一些问题吧 和这个 我不觉得欧盟有很多的人 去炒丹麦的股票 所以说如果是在 对不对 如果是你在一个更大的时候 诺赫诺德 如果在一些更大市场的话 可能会市值会更高一点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样 他后面也讲的这个东西 其实很多的丹麦公司 也都跑去美国公司 对吧 把总部签到美国 也是这个原因 对不对 你总部签到美国 你上市的话 你在美国上市的话 你的市值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参与的人 玩这个游戏的人都不一样 好 我们后面再讲这些东西 首先 为什么会成这样 可能就是说 这个作者第一个 就是 就是骂这个欧盟的 他说欧盟过度监管 导致了这种经济萎缩 他说 反调的 反锁和官僚的一个流程 欧盟的监管文化 导致了企业面对 面对复杂的行政手续 企业 创业和经营困难重重 这个真的是诟病太多了 我们都说 美国只管创新 中国只管 Copy 然后 欧盟只管定规则 对不对 比如说美国 我们 那个AI 这个Chartivity出来 那中国 我们有什么豆包 或者什么之类的 我们得搞一把 欧盟呢 就是 新的AI出来了 那我是不是什么 制定什么规则 我们的安全隐私 我们人类的 那个 面临的威胁 他不先去搞一个 他得先制定一些规则 你制定了一堆规则里面 美国和中国 你限制不了 完了之后 完全限制了 这个 欧洲本地的企业 就是 对吧 你这个东西还没弄呢 沿着美国和中国 早就开始领跑了 完了之后 你在制定一堆规则 你本地企业 就更没法玩了 第二点就是 创业壁垒高 就是在法国 成立一家的公司 差不多需要84天 在美国只需要4天 繁琐的流程 阻断了这种 新企业的一个诞生 这可能这是 法国的一些 那个什么吧 一些特殊的吧 在丹麦 成立一个公司 还是蛮快的 然后他还 那个 强调说 这种高税收和严格的就业法 就是高税率压垮了小企业 严格的就业法 使得招聘和结雇变得都非常困难 企业灵活度受限 高税率肯定是这样的 我们其实看到了 整个欧盟地区的个人所得税 你还有高福利 你就对高税收 丹麦是排名第一的 排名第一 55.6%的差不多 几乎前十名的 前十名里面 最后一名是荷兰 也差不多49% 也就是说 几乎超过50% 丹麦从55%到59%之间 排名前十 美国这个税率 几乎就很低了 美国各个州的税率也不一样 但几乎不会超过50% 30%40%的样子 个人所得税的一个税率 然后还有这种就业法 这个其实就是说 他可能说的是法国 还是说回来是法国 你法国 如果你雇佣了一个人 你想再把他辞退 真的是要了亲命 你几乎就 这个人一工作 那就一辈子就在那工作了 除非你这个公司倒闭了 在丹麦的话 辞个人还是比较容易的 丹麦就是 非常灵活 就是你可以随便进 随便出 就是说你招人也比较容易 退出也比较容易 就是因为丹麦还是保留了 跟欧盟绑定的不是那么的紧密 还是保留了自己的一些特殊政策 所以说 第四点就是说 它是创新环境的缺失 就是符合规定的高成本 扼杀了创新精神 欧洲逐渐失去了 鼓励创新的一个氛围 它意思就是说 用工人工资比较高 用工成本比较高 然后税收也比较高 然后阻碍了这种创新 其实我是不大认同这一点的 你在丹麦就是这样 你确实这样 但是你给了这个人民很多的福利 有他们有了福利之后 有的人创业的人 他就是创业的人 他骨子里就是想创业的 他没有了那么的 怎么后顾之忧吧 对吧 他更有这种创业的一些想法 你美国和中国就这样 如果美国中国你创业失败了 那可能就是地狱型的 对不对 美国你可能创业失败了 那可能你就直接就完蛋了 你可能再也没有东山再起 然后中国也是一样 对吧 本来有些人他适合创业的 他就没有办法去 真正的去走这条路 你比如说中国 你创业的话 你丈母娘同意吗 你去创业的话 你媳妇都娶不上了 那创业就是百分之九十一 人都是失败的呀 你失败了之后 对吧 你还有任何机会吗 钱怎么办 有就几个能像罗颖号似的 对不对 创业失败后欠六个亿 对吧 你还能把它还上来 多少人能这样 对吧 如果说这样的话 那就不会千六个亿了 好 这位作者说 另外一个大点 他说文化和社会观念的影响 首先第一就是反创业心态 在欧洲创业者被视为一种剥削者或者是资本主义的继承宠 社会对企业家的认可度比较低 这主要是欧洲 这主要是欧洲左派比较严重 其实欧洲还是比较靠左 现在慢慢的右派也慢慢的就上来了 比如是勒庞在法国支持率慢慢的上来了 比如说瑞典已经右派直接就上台了 反移民的 反欧盟的 然后还有英国也是一样 对不对 直接都脱欧了 你不能说是这个东西还是有多大的状态在 好 美国的创业文化 相反美国的创业者受到尊敬和欢迎 冒险精神被值得嘉奖 失败被认为是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美国他的美国梦和美国的这种创业精神 这冒险精神还是一直都在的 这一点其实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说当Elon Musk在柏林建造超级工厂的时候 就是当地就会就就举起牌子来说 第一说他那个污染环境啊 或者破坏植被啊 还有的人就是说出来啊 反对资本主义霸权啊 反对这种这种科技殖民啊 就是跑去德国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样 你德国的那些车企是什么什么样的 他们还想保留这个竞争优势 但是这种电池啊 德国是没有多大优势的 特别是特斯拉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现在中国的对新能源车不是也是一样吗 你欧洲也是同样的呀 对吧 也是同样对中国新能源车的一个打压啊 好 这个作者说的第四点就是 就是人才的流逝与经济活力的下降 我们看一下人才啊 人才外流 但是由于高售收 创业环境比较差的原因 欧盟的科技人才流向美国和东南亚地区啊 为什么流向美国 对不对 就就就就像我说的啊 很多的创业公司 对吧 就一定没目了 他就去不从不搬到美国了 比如说Spotify 比如说很多的公司 或者是有一些公司 就是被收购了 比如说 丹麦比较不错的科技公司 Scap 对不对 最后也是被这种微软收购了 还有对吧 还有很多的这种这种软件公司 也就被他们收购了 对吧 小的国家没有那么多钱啊 给的钱去就卖了 有很多对吧 保持着这种这种创新精神 或者是探索精神的人 他们就去美国创业了啊 去东南亚怎么回事啊 就是说很多的人对吧 欧洲有个高福利 退休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对吧 去东南亚享受生活的 也比比皆是啊 因为那边的生活成为比较低啊 阳光明媚啊 然后过去之后 这种欧盟的人 真的是去了当大爷一样啊 特别是丹麦人去泰国 对吧 大家可想而知啊 那么你看薪资差距啊 欧洲科技 就是科技薪资比美国 差不多低百分之五十 真的啊 美国的差不多 你去这种高科技 都是三十五万美金起啊 对吧 年薪三十五万美金 在丹麦根本就达不到啊 但丹麦都达不到 其他的欧洲国家更达不到啊 所以约90%的这种欧洲科技人才 愿意为更好的接约机会去美国啊 并且是欧洲这些人对吧 他们去美国又比中国 或者是印度人容易太多了啊 他们又不想移民 对不对 我就是去了就是挣钱的 就去工作的啊 无可厚非 对吧 这美金呢 欧元换来换去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第三点就是企业迁移啊 成功的 欧洲科技公司也都选择将业务和总部迁往美国啊 比如说Spotify 对吧 刚才我也讲了啊 做这件事情也没有目的 对不对 也是因为对吧 在美国那边玩股票的人多多呀 对吧 你的市值完全不一样的啊 还有人才的招聘呢 科技的创新呢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所以说这个 对吧 全球化嘛 还是说监管啊 监管和安全的优先导致这个环境恶化啊 这欧 欧洲选择了非常的 比较强的监管啊 和安全啊 而非创新和增长 导致了经济活跃下降啊 创新秀受挫 过度的监管也是抑制了新产业的发展 在欧洲讨论AI伦理的时候 美国其实已经积极发展AI技术了啊 人才和企业的流失 导致经济停滞 经济停滞又会导致更多的这种监管出台 形成这个恶性循环啊 他那就是这样 新能源车也是这样 关于AI也是这个样的啊 然后就是高福利的政策的代价啊 欧盟地区的高福利社会 以高数数为代价 个人所得税居高不下 单卖差不多55.9% 移民政策也是带来挑战 欧洲开放了移民政策 导致社会治安问题比较多 对不对 其实美国也是 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吧 对吧 美国的移民 难民的话 或者是走向客的话 也不比欧洲少啊 所以说激进的自由化的政策 和多元化 那个导致社会凝聚率下降啊 导致传统家庭和结构受到冲击 这也是移民带来的一些问题啊 但是美国和欧洲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然后制度和文化的影响啊 就是制度决定经济啊 我觉得这是他整篇文章想要决定的一些东西啊 他说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家 国家的成败主要由于政治经济制定 制度那个决定的啊 美国的制度优势 美国信奉这种市场机制和自由 自由经济反对过度干预啊 激发了经济的活力和创新 但是还是谁上台对不对 你如果是民主党上台 其实这个东西还是跟欧洲差不多的 如果共和党上台会好一点啊 美国的创新文化与清教徒 精神息息相关啊 崇尚自由和自我个人奋斗啊 欧洲的更倾向于这种高福利 高品质的一个生活啊 其实这个宗教也是影响了非常大的一部分啊 你看看其实很多的时候 比如说美国吧 比如说巴菲特呀 你看他就砍汉堡吃薯胶 比如说川普也是一样对吧 喜欢吃的就是外党老的汉堡啊 这样的话能花得了多少钱啊 赚那么多钱谁也不花啊 就天天赚钱了 赚钱就是他们的兴趣爱好 美国的移民优势和人才吸引啊 这确实是美国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 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吸引了全球优秀的人才啊 比如Elon Musk 微软的CEO啊都是这种移民啊 我觉得这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真的是他真的汇聚美国啊 很好的一些高科技人才的过来 我觉得欧洲应该效仿美国这一点 欧洲其实也是有吸引力的啊 应该把一些高科技人才的就吸引过来啊 那种创新的人就吸引过来啊 还有环境优势啊 美国的高薪资机会多 政策稳定啊 保护私有财产 这些因素都吸引了这种全球人才 良性循环 人才又带来的创新和这种资金啊 也形成了这种经济的发展 良性循环啊 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就有很强的纠错能力啊 能够实现这种实际进行调整吧 特别是他两党两党转整对吧 忽左忽右啊 但是对吧 你有好处都有坏处对吧 忽左忽右太多了之后 摇摆也比较厉害啊 政策的调整 美国是通过政策调整 避免走向这种左行的道路啊 保持经济火力的一个竞争 偶尔也差不太多对吧 也就慢慢的又请上台啊 所以说这篇文章的作者 他是讲了是从对吧 经济制度和这种文化 移民啊 很多这种的讲料 我觉得可以的 是非常认可的 但是他其实忽略了最根本的原因 他讲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根本的原因 都不是根本的直接原因啊 为什么16年来 然后相差了这么多 还是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 欧元不是 比如说在16年前 欧元就是欧元刚成立的时候 他也想去挑战美国的地位 然后被美国一棒子打下去了 当时美国就是拉拢中国和一起啊 你你对吧 克斯沃战争 还有最近发动的俄乌战争 都是针对 都是针对欧盟的 直指欧盟啊 就是你欧元你要想抢占这种美元的国际地位 那是不行的 你如果能抢占了 那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那那欧洲的这种GDP就会是超过美元 欧盟的GDP就会超过美元50% 一点都不夸张啊 如果说当时没有这种美国的打压的话 美国打压欧盟和欧元的话 绝对的 那现在的欧盟的这个GDP 绝对超过这种美国的50%啊 然后比如说英国脱欧 也是他乐点继承的 如果不是英国脱欧的 那你GDP那也超过50%啊 对不对 所以说他最重要的 他根本就没有说 当然也是为了激励大家吧 要么就是欧洲这些人 他也不好说啊 不敢不敢提这件事情啊 其实说白了就是美国的打压 美国这些年啊 虽然是说对吧 打压欧盟 打压那个俄罗斯 你想想如果是说让俄罗斯和欧盟 俄罗斯卖这种连接的石油和天然气 这种资源给欧盟 欧盟又把这种工业制成品 直接返卖给俄罗斯 对吧 他们全用欧元交易 那就没美国什么事了 那这个地区就蓬勃发展起来了 如果再打通这种 中国的这种一带一路再打通 你们就更为美国什么事了 那不美美洲都不不被孤立起来了吗 对不对 那美国就直接就等着垮台就完事了啊 那就不是说你提高于美国都都是多少的创新 那你直接就挂掉了 因为亚洲和欧洲还是排也非常紧密的 亚洲欧洲什么都有啊 你要人口有人口 对不对 要市场有市场 要科研有科研 要资源有资源 那美国美洲就那么一块 对吧 你南北美洲自己去玩呗 那你只有美国和加拿大还可以啊 对吧 南美那些人就不太争气 说白了 什么俄乌战争啊 或者是中东的战争啊 或者什么 都是美国在挑起啊 打压这种欧盟 对不对 你自己看看也是 对不对 完了之后你把北析炸了 那么的天然气 欧洲的民众花那么多钱 去买店买起 他是怎么个情况啊 其实真正的原因他不说 他只说 有的没的啊 当然有的没的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吧 但是真是真正的原因就是美国打压了欧盟 美国对吧 采取这种 这种合纵连横吧 就是说对吧 当要打压欧盟的时候 他拉拢中国一起打压 完了之后呢 把欧盟摁下去了 对不对 再把俄罗斯也打压打压 跟欧盟一起弄俄罗斯 对吧 让他们俄罗斯和欧盟 没有这种资源的这种 或者是这种欧元的交易 对不对 这是打压完了之后 接下来返回头来 连接欧盟就要打压中国 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实实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好吧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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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